今天的正道题目是 奔跑信心的旅程 亲爱的朋友 主内的弟兄姐妹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是2022年的第二个主日 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过去的一年的保守 一年的恩典 一年的平安 在这新的一年 我们要如何面对生命的旅程呢 人生就好比一个赛跑的旅程 赛跑是一个辛苦的运动 赛跑的人要消耗很多的体力 若是不小心 会遭遇危险 跌倒 手伤 流血 每一个赛跑的人都希望自己能顺利完成赛程 成功抵达终点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旅程呢 就是一个属灵和信心的赛跑旅程 我们需要属灵的力量和信心来完成这个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呢 我们会遭遇很多的拦阻 或是危险 每一个信徒呢 你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完成这个赛程 顺利抵达到我们要到达的地方 就是天家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呢 圣经欠免我们大家 我们要竭力奔跑我们的人生旅程 但愿圣灵教训我们怎么样的来奔跑我们的信心的旅程 从今天的希伯来书十二章 我们的正道屏幕呢 就是奔跑信心的旅程 我们要参考三个部分 第一呢 就是关于这个信心的旅程 是怎么样的说的 还有呢 我们要怎么应该怎么样的来奔跑 这个信心的旅程 我们也要在一切的这个奔跑的事上呢 我们要仰望主耶稣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信心的旅程 就是你我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 我们要看的就是 希伯来书这里的本书 做一些简介 还有了解 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 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 就是要鼓励面对受苦和受逼迫的 这个犹太信徒所写的 这个作者呢 有这个目的 要鼓励这些信徒 在当时呢 大概2000年前 大多数的犹太人 不相信 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当耶稣来到世界上 那些犹太人 以色列人 把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排斥他 把他置于死地 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的主 是来到世界上是要受苦 然后他复活 然后他复活升天 以色列人呢 就是犹太人 否认排斥主耶稣 所以当时相信主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呢 受到他们的同族的人 的这个 逼迫或是苦难 在这本书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好几个地方说到 在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他说 你蒙蒙了光照 就是他们相信了 主耶稣基督 其他大多数都不相信 不过这些呢 相信了 你们蒙了光照 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你看到吗 他们相信 然后他们遭遇了征战和苦难 一面被毁谤 遭患难 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 也是述述到他们的受苦 受到逼迫 在这种的情况下呢 有一些这个犹太的信徒 他们就灰心上胆了 甚至呢 有一些要 想要离弃上帝 在十二章三节里面 我们刚才所读的 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 灰心 我们的人就是这样 遇见困难 你就会疲劳疲倦 会灰心 甚至呢 想要离弃上帝 在第三章第十二节 作者还是这样的告诉他们 他称他们为兄弟们 所以这个作者呢 他本身也是一个犹太人 他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 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慎重的 这个教导 来告诉他们 不要灰心 不要离弃 你所信的上帝 对我们来说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信心的旅程上 你是怎么 遭遇了什么呢 你在你的信心的路程上 你要怎么走呢 我们知道 有一些信徒 在我们相信主之后呢 我们会遭遇受苦 遭遇逼迫 由于这些的事情 在临到我们的身上呢 我们会灰心 我们会沮丧 甚至呢 心里会想 我在做什么 为什么我会面对 这么多的 这么多人来反对我 或是这么多的问题呢 我们就心里有疑问 甚至想要离弃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这个经节 要来鼓励我们 要我们大家知道 在信心的旅程中 我们要警惕 在第十二章第一节 作者就要勉励 这些犹太的信徒 要告诉他们 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刚才我们说 信心的路程 就是一个毫比赛跑的路程 在这个经节里面 是比喻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旅程 就好像一个奔跑者的路程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希腊时代 赛跑的比赛是很狂热的 我们知道这个奥林匹克 其实是从希腊时代的 有一些典故 这样的传到我们今天 彩跑呢 是他们一个主要的项目 所以希伯来作者 希伯来书的作者 就用这个很恰当的比喻 来教导信徒 这个使徒保罗呢 自己呢也常常 形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个奔跑信心的旅程 保罗跟希伯来作者 是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 保罗自己说 在菲律比书 他好比说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 他就说他没有活在世界上 他不要做一个空跑的人 也没有徒劳 在这个保罗 在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保罗是一个为主而殉道的人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 他说到什么呢 他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那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他知道 从他上帝招他的时候 他就在奔跑那个路 而且呢 到这个时候呢 他要跑进了 我信得到 我已经守住了 所以我们来到 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 作者说 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那摆在我们前头的 这意味着呢 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赛程呢 是摆在我们的前头的 是质疑他的 当然 这里呢 是告诉我们 是上帝把那路 摆在他们的前面 摆 就是安置 就是预定 要他们跑的 信徒的 信徒的生命呢 是上帝 把这个路程 摆到我们的前头 而且呢 是一个奔跑的路程 对保罗来说呢 在他信主之后 他就开始上帝 所给他的生命的路程 他遭遇了许许多多 我们都知道 熟悉保罗的这个生活 在这个信心的路程当中呢 我们知道保罗 很忠心于神 不过呢 他遭遇了许许多多的拦阻 还有艰难 但是呢 这些都没有使到他 回心放弃 他在这个路程当中 他竭力奔跑 这条路 甚至呢 走到呢 他的生命的接触 抵达了他的终点 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教他 他完成了他所应当做的 这个事工 对我们来说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是参与这个赛程的 你当知道呢 你的这个赛程不是处于偶然 突然间你就在这边了 突然间你就相信了 不知道怎么样 也不是处于你的自己的 自愿的参与 刚才我们在这个多特心经讲到 不是处于人的这个自由的意志 好比说 有很多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看见有这么多的宗教 然后他们就选一个基督教来相信 我们相信呢 你的信不是你的选择 也不是偶然 是上帝安置 他的恩典在你的心中 他的圣灵感动 使你相信 信了之后呢 你就是在这条信心的路程上 我们的这个信心路程呢 的路程是一个信心的旅程 是什么意思呢 用眼睛好比 我们没有看到一条路 不过呢 这条路呢 是因为我们是 以信心相信 神的福音 我们以信心相信 神在圣经里面 应许我们的 承诺给我们的 他说 相信的人 必得救 相信的人 必得永生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奔跑这个信心的路程中 就好像 这些的犹太的信徒 他们受苦 好像保罗 在这个信心的路程中 他也是遭遇了 许许多多的苦难 我们呢 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呢 也实在会遭遇 许多的这个辛苦和艰难 我们并且呢 我们会面对好多的挑战 和困难等等 因为呢 我们的奔跑的旅程是艰苦的 我们会害怕 甚至有时候呢 你会灰心 不是吗 我们大家 我们人是 有限的 比较旅选 我们会 就是 灰心 害怕 甚至呢 有时候我们说 我放弃吧 但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的路程中 我们要得到鼓励 得到 劝勉 不要气馁 不要 灰心 不要 放弃 不要埋怨 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的 来 有效的奔跑 我们的信心的 旅程 尤其是在这个新的一年的第二周 我们要继续的奔跑 这个信心的旅程 这个西本来书的作者呢 就是要教导我们 指示我们 要怎么样的奔跑 非常的美妙 在这个经节里面 有告诉我们 要怎么奔跑 一个好的教练呢 会训练 他的赛跑选手呢 怎么样的奔跑 怎么样的做好准备 操练他的身体等等 在精神上 等等 做一些好的准备 很多的事情要做 西普莱斯书的作者呢 就是这样 他好比一个属灵的教练 也是上帝要教导我们的 他要教训我们呢 你我 我们要怎么样的 有效的奔跑 这个信心的旅程 在这个经节中 在第一节呢 我们可以参考到 三个指教 那我们先来 再次的读这个经节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 第一节 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 围着我们 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 禅累我们的罪 从心忍耐 分那摆在我们前头的入城 第一个指教呢 就是我们要从 这个许多的见证人 学习怎么样的 有效的赛跑 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 如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是说这些人呢 他们被称为见证人 亲身的经历 也是看见 在他的生命上 有体会 他们 已经 过世了 不过在他们的生命中 他们跑了这条路 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呢 可以得到学习和鼓励 这些见证人呢 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在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西伯来书 第十一章 这个信心的英雄 Heroes of Faith 他们 跑了他们的信心的路程 在第十一章里面 你常常会看见 因着信 因着信 这些人 因为他们相信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要再略略地在这里 来看这些的信心 见证人 在第四节里面 十一章 第四节 我们可以看见 亚伯 Abel 的信心 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 他是一个第一个 训道者 他为了他所信的 而被他的兄弟杀了 亚伯因着信 献祭于神 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 仍旧 说谎 我们知道 有好多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的信心 而殉道 有许多 所以我们也 不用害怕 当我们如果 面对这些的时候 愿主 赐给我们 信心 在第七节 讲到 挪亚 挪亚是一个 长久忍耐的 传道人 他传道 一百二十年 他活了几百年 他传了一百二十年 你我现在有 多少岁 你有传道吗 你有为主做 见证传神的话吗 我们所传的 只是区区的几年的做工 不过 他 挪亚传一百二十年 挪亚因着信 就 就蒙神的指示 他未见指示 敬畏的心 预备了方舟 等等 他传神的道 给当时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叫做 信心师父 就是说 他 上帝的话呢 特别的指明 他是一个 信神的人 他因着信神 归向 归算 意见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从 他的身上 他 他专一 相信 上帝 他经过 许许多多 神呼召他 从一个 拜偶像的地方 出来 去到一个 上帝要给他的 地方 我们也是 我们在这里呢 有第一代的信徒 上帝 呼召你 从一个 拜偶像的人呢 你离开了 你所拜的 你专心来 信上帝 这是一个 信心的旅程 还有我们 讲到 雅各 Jacob 今天的 灵修也讲到 雅各 Jacob 雅各呢 他是一个 软弱的 信徒 还有他 许多的 软弱和 不是 不过呢 他有信心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有许多的 挣扎 不过 他信神 他 仰望神 或者呢 我们也像 他一样 我们也有 许许多多的 遭遇 和 我们自己的 软弱和不适 不过 不过 通过信心 神 赐福于 雅各 神也是能够 赐福于 你我 像雅各一样 还有摩西 摩西是一个 伟大的 这个 领袖 上帝 呼召他 不过在他的生命中 他面对了种种的困难 的时候 如果上帝呼召 你 所带领的人 带领 这个 神的教会 或是领袖呢 你会遭遇 许多的困难 不过 不要放弃 要学习 摩西 怎么样的 依靠 上帝 还有其他的 三十二节都讲到 有基殿 有巴拉 有 参孙 有耶弗塔 有大卫 等等这些的 信心 的信徒 这些信徒呢 我们看见 他们就如同云彩 这样 你一抬头 就可以看云彩 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以信心 看这些人的 生活行为 我们可以看见 他们的 在遭遇中 他们以坚定的 依靠神的信心 他们呢 从第十一章 第六节 说到 他们信神 他们信神 会赐给他们 恩典的场次 这个是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要怎么跑的呢 就是我们要放下 各样的重担 脱去 容易惨离 我们的罪 而奔跑 在这里呢 第一方面呢 这个作者 要鼓励我们 要放下 各样的重担 我们很容易的了解呢 在跑步的时候 我们要放下 重的东西 如果你不把这些呢 重的东西 放下呢 你就不能够 有效的跑 在希腊的 这个赛跑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那些赛跑者呢 他们穿了 很少的 衣服 越轻越好 他们就能够 跑得越快 就好像 如果叫你拿一包米 来跑 你能够跑得快吗 当然不能 所以呢 当我们要跑这个 信心的路程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 这些的重担 都放下 这个各样的重担 在这里是讲什么意思呢 这里是讲到 有主 这个赛跑者 速度的重量 或是负担 神经有给一些例子 就是 在那个杀种子的 的比喻里面 有今生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厌热等等 别样的 的私欲等等 我们人生的 一些的 我们所有的 所遭遇的 会成为 我们的 这个 重担 这些重担 如果你不要把它 放下来 会拖累你 使到你不能够 跑快 使到你不能够 借信心的 果子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 我们都知道 有许许多多的人 都爱 钱财 名利 还有地位 为了这些 埋没 良心 等等 我们基督徒呢 也难免会受到 这些的隐忧 所以我们要 要切切地记住 这些呢 当然 如果神给我们的 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用 是好的 不过当我们要把它 这样的拥有来 所谓的享受 就会拖累我们 我们也面对 今生的思虑 的拖累 你知道吗 当我们有很多的财产 感谢主 当上的天 不过 如果你紧紧地 捉住 你把你的时间 全部都投入在 你所拥有的 你的财产 等等的 你的心不在于 赐奉上帝 这就是你的拖累 我们这里也要说 有时候 你把你的亲爱的人 放在第一位 多余爱神 服侍神 这是你的拖累 耶稣自己说 人如果爱 他的父母亲 孩子等等 多过爱神 就不配 做他的门徒 人的失败 人的失败 有时候呢 我们知道 你的心真的经历 你会遭遇失败 你会犯错 你会失败 在你的生活中 很多时候呢 有很多人 经过了这些 他们很灰心 我是一个 这么失败的人 我是这个 没有用的人 我没有脸 见人 我没有脸 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个会成为 你的 你的重担 有一些人 自卑 觉得 别人 比你好 我是不好的 我被人 看低的 等等 这些也是 会成为 你的拖累 或者呢 有时候 你的经验 就是说 你对遭遇的事情 你会心灰意忍 你觉得很多 你觉得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恋悟的东西 所以 你的心 就好像一块冰 没有受到神的感 这些呢 都是 会拖累你 拖累你 来跟从 上帝 我不知道你的 交易是怎么样 不过我们一定要思想 不过我们一定要思想 你的重担 那些 拉你下去的 来 拦住你 来 跟从 上帝的 你要来 信上帝 这些 这些的东西 是你的 顾虑 它就是你的 动担 你要把它 放下 求主 帮助你 还有第二方面的 这个放下呢 就是要放下 罪的 重担 罪和 这个 和重担 有 不同 这里的 罪呢 是指 犯罪 所犯的罪 还有 这里的 罪呢 也包括了 救我的罪性 Sinful Nature 保罗自己 都遭遇过 他 他自己说 在他的肉体上 他没有良善的 他 所知道要做的 怕他不去做 然后他所犯罪了 还有 犯罪 他行了 罪 还有他 有他的 罪性里面的 倾向 Sinful Nature 这就是我们 西路徒 在这一生里面 我们会 面对的 这个 与罪和 罪性的 挣扎 我们每一个 都会 每一天 我们都会 面对 这些 罪是怎么样 拖累我们的呢 罪是 冒犯上帝的 圣洁和公义 当地是 圣洁的 来到他面前的 有罪的人 就不可以 来到他的面前 他是公义的 神圣公义的 如果我们犯罪 神就会审判 所以罪呢 就好像一个 重担这样 会很严重的 来影响我们 奔跑 信心的道路 他这个很严重 他一定会 如果我们有罪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会 受到这个 奔跑的阻碍 甚至呢 能够使到 我们跌倒 甚至呢 使到 上帝的愤怒 会降在 我们的身上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 警惕这一点 我们的 所犯的罪 我们每天 都要求主 饶恕我们 还有我们 以罪的挣扎 等等呢 这些 不要灰心 不过当我们 面对这些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 告诉我们 我们 免我们的债 求主 免我们的债 每天 都要这样做 这样的 警察我们 自己的心 我们要 在 犯罪的时候 警察 认罪 悔改 求主 饶恕我们 的罪 求主 捷径 我们的心 就要像 大卫 一样 大卫 王犯了 所谓的 掏牵 打罪 他杀人 犯奸淫 不过他 谦卑 求主 原谅 我们犯罪 当然 上帝 很不喜悦 不过呢 上帝 主耶 上帝 要我们 谦卑 忍罪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 歇下 罪的 重担 第三 我们要 存心忍耐 存心忍耐 的奔跑 一个马拉松的 选手呢 赛跑选手 在这个 长途中 他们会 身体 疲劳 疲惫 甚至呢 很想 放弃 这个 赛跑 这是我自己的 亲身的 经验 经验 我有跑过 半马拉松而已 不过跑到 三分之二的路程 我就放弃了 没有 没有气 没有力量 很想 放弃 所以呢 如果这个马拉松 选手要完成 这条 艰难的 的路程呢 他一定要有耐心和 毅力 他已经 才能够 完成 他们的 赛跑 要怎么 有耐心 和毅力呢 他们要 操练 他们要 操练 通过操练 能够有 忍耐 能够有 毅力 亲爱的弟兄妹 姐妹 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要奔跑 这个 信心的路程 我们要有 存心 忍耐 我们要 忍耐 到底 我们要借着神 所给我们的 属灵的操练 spiritual discipline 我们当然知道 听神的道 读神的话 运用神 所教导我们的 这些的 要祷告 求主帮助 大家都知道 不过 让我们来 继续的鼓励 主的道 与他祈求 或者通过 试验 上帝给你的 试验 试炼 在你的生活中 你得到 试炼 你所经历的 风风雨雨 水深火热 这个不是 枉费的 是上帝 要 操练你的 是要给你 来栽培 这个 忍耐 和毅力 所以当你 遭遇这些的 的试验 和受探的时候 不要灰心 上帝要 教你 怎样的 存心 忍耐 所以 让我们大家 来这样的 参与 这个 属灵的 操练 愿圣灵 帮助我们 给我们 力量 使我们 借助 这个 忍耐的 果子来 圣灵的 果子 其中一个 就是 忍耐 我们需要 圣灵的 忍耐 的帮助 在我们 信心的 路程 愿主 帮助我们 在这个 奔跑 信心的 路程中 有一个 最重要的是 你我在 奔跑的时候 刚才我们 说到 他教导我们 怎么的 看 见证人 放下 重担 还有 忍耐 最重要的 现在呢 在这个 奔跑的 路程中 孩子们 你要记住 你要跑 你的 信心的 路程 最重要的是 什么呢 要 仰望 主耶稣 要 看 主耶稣 你的眼睛 要定做 主耶稣 所以 这个是 最重要的 也是 今天 我们 要鼓励 我们大家的 重点 在新的 一年里 你要 仰望 主耶稣 跑 你的 天国的 路程 作者呢 要指教 我们仰望 主耶稣 我们才可以 得到 奔跑 和 完成 这个 路程 第二节 说 我们当 仰望 为我们 信心 创始 沉重的 耶稣 这里呢 就是要 教导 我们 我们所 信的 那一位 救主 耶稣 基督 我们要 仰望 他 因为呢 只有 依靠 仰望 这位 救主 我们才能够 同心 得力 我们才能够 有力量 奔跑 这个 路程 刚才我们有说 他教我们 一些技巧 不过 最重要的 要从 我们的 心里面 我们的 心灵里面 从耶稣 给我们 力量 来跑 这个 要我们 大家 来 记住 说者呢 告诉我们 仰望 主 耶稣 基督 有两个 定义 在里面 第一个 定义呢 就是 这个 要 专一的 注视 耶稣 在 新一本 圣经 里面 把这个 仰望呢 翻译为 专一的 注视 这个的意思 就是说 眼睛 看着 那一位 看着他 当然 不只是 眼睛 看 不过呢 以全心 全意的 来 倚靠 来知道 他是 你的 救主 他必定 拯救你 当你 把你 一切的 心 部 等等 都 交托 你 仰望 他 我们在 马太福音 第十四章 二十九 三十节 里面 主耶稣呢 在 有一个 网上 他在 在海上 在行走的时候 在周围 那个海呢 有 风浪 等等 在当时呢 彼得 彼得 看见耶稣 在海上 走 其他的人 都很害怕 我认为 耶稣是 所谓的 鬼魂 不过呢 彼得 没有害怕 他反而呢 说 主啊 如果是你 叫我 走到你 那里去 所以彼得呢 耶稣就说 来 你来 彼得就 下了船 走在 这个海上 他走的时候 我们可以 可以 预想到 他看着 主耶稣基督 然后呢 他能够 在那个海上 走 所以这里 就是定 专一的注射 专心的 看见 耶稣 反而呢 当他 彼得 在走的时候 然后他 感觉到 有风浪 等等呢 他看了 这个海浪 他的眼睛 转移 就在那个时候 他就沉下水了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 跑步的路程中 信心的路程中 你的眼睛 是放在哪里 要定睛 看耶稣 专一的看 全心的依靠 主 他是天上的主宰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诗歌 当转眼 仰望耶稣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定睛 在他 奇妙的 慈容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在救主 荣耀恩典 大光中 世上 是 必然 虚空 定睛 仰望 你有没有 救主 帮助我们 静静 仰望他 接着祷告 接着听他的话 来这样的 仰望 第二个定义呢 就是 在这里呢 是说 主耶稣 是那位信心 创始 神 神中的 那一位 我们又回来 这个新译本的翻译 英文是 The autho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 新译本的 华语 圣经 新译本的翻译呢 就是 耶稣是那 信心 创造 和完成 者 祂是创造 祂是完成的 所以 这个信心呢 这里的 的含义 主耶稣 是我们 信心 创始 神中 或是 祂是 创造信心 和使我们 信心 完成的 那一位 祂是给我们 信心的 祂是赐给我们的 你的信心 从哪里来 不是因为 我们很聪明 或是我们很虔诚 去追求什么 什么 不是 是 上帝给我们 祂创造 就是 然后赐给我们 然后祂也是 使我们能够完成的 那一位 所以 同时 到终 在这个 信心的 路程上 我们要有 主的 信心 这位 赐给我们 信心的 耶稣 这样的 继续 与我们 同待 我们知道 从 以福所书 信心 是神 所 的 恩赐 刚才 我们也是有 读到 上帝 给我们的 然后呢 祂也 使我们的 信心 完成的 主 使我们能够走完我们这个信心的路程 在我们走完信心的路程中 感谢主 借助祂的恩典 祂会赏赐我们 你是忠心的仆人 来到我所给你的喜乐 然后上帝会赐给我们满满的喜乐 所以呢 我们所奔跑的这条道路呢 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感谢主的 我们有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 祂担当了我们的罪 祂是我们的救主 主耶稣呢 会第二次 第一次的将来 会再显现 向那些 仰望祂的人 成全 祂的拯救救恩 最后呢 亲爱的朋友 我们在讲奔跑 这个信心的路程 不过呢 如果你还没有 信主耶稣为你的救主 我要 勉励你 鼓励你 今天你要来 转眼仰望 主耶稣基督 来 相信这位救主 这位为人 牺牲 替他们受罪的人 相信他 在这个信的一年里呢 我要鼓励你 你来信 承认 向上帝 认罪 我们是 你是一个罪人 谦卑地 求主 饶恕你的罪 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你相信 救主耶稣基督 圣经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 人家会 人家会取笑你 为什么你活到这么 这么大把年纪 然后你来改 改信 所谓的 你会觉得说 人家在取笑你 你很羞愧 不过呢 当你信主的时候 你知道你所信的 当地会成全 直到你得到永恒的 神的恩赐 信主耶稣的人呢 就可以一同的奔跑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信心的路程 这个路程呢 就会到达 荣耀的天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在这里的 各位弟兄姐妹 主内弟兄姐妹呢 我希望我们各位 在这个新的年里 在接再历的 存心忍耐 继续地奔跑 神给我们的 这条信心的道路 不要泄气 不要灰心 还有呢 我们也要把 我们的重担放下 你的重担是什么呢 你生活的重担在哪里呢 你有许许多多的 亏负吗 或是不是吗 这些你都要放下 还有我们要对付 我们那些 残累我们的罪 我们要与我们的 在我们的肉体上的罪 与它争战 我们最重要的 不要忘记 我们要成功的 奔跑的因素 就是要仰望 就是要专一注射 注射于我们信心 创始神中的耶稣 我们 愿圣灵 给我们力量 竭力奔跑 生命的路程 直到我们 到达荣耀的天国 永远 与主同在 阿们